大家好,歡迎回來廣東話軍事頻道的NHK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Larry 今天又想跟大家說說美國海軍的情況 美國海軍正在認真思考他們未來航母的方向 所以他們做了計劃Future Career Plan Future Career Plan是2030 事實也是之前海軍部長 地視招炒了那個位置,莫尼 早前和航母男的男長 大家還記得羅斯福浩的位置 有恩怨牙齒人 但最後劇情逆轉,海軍部長被炒魷魚 早前身為海軍部長 他也真的有一個見解,要申請上去 大概3月的時候,主要研究接下來的航母方向 原因是因為事實 今年來說,三軍都要申請上去計劃發展的情況 海軍要申請上去計劃20年 以及美國那邊幾個機構會提出一些建議 接下來美國海軍的造艦方向會怎樣去 我相信美國現在造艦方向是看著中國海軍的發展 長久以來,美國的敵人都是蘇聯 蘇聯瓦界之後就輪到俄羅斯 當時中國海軍還未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當然隨著奧巴馬主席的年代之後 中國海軍日益強大 再加上其他海外基地的建設 以及南海島礁的軍事武裝化之後 事實也看到中國解放軍海軍 他們的絕創成長真的開始威脅到美國 尤其是在西太平洋的實力 所以現在美國海軍都要提及 在數量上是否需要作出一定的調整 令到他們在前線任務中 能夠更快調動到他們的軍艦 現在說到美國海上的力量 主要來自於他們的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現在有11隻 但在11隻裡面真的只有10隻可以動 福特河還未真正有一定的戰力 現在10隻尼米茲級的航空母艦裡面 也有很多是要優靜的 所以你預計 通常10隻來說 可能只有大概3至4隻最多 能夠出動到在七大洋裡的遊翼 通常的布防 你發覺中東會放一架 接著就會在太平洋裡放一架 另外如果你說大西洋那邊 就不一定是上前的 另外美國西岸有時候 可能會做一些演習 通常都是優靜的 通常你能夠見到 我們所說的航母戰鬥群 常見的地方都是西太平洋 以及印度洋或者中東那邊 會比較多 如果你看到現在也是 就是尼米茲號 尼米茲的打擊群 現在是中東 就是波斯灣那邊 另外就是列根豪 現在就放在西太平洋裡 所以西太平洋 大家也常見在橫蘇河軍港 會有一架 就會停伏在那裡 就是列根豪 西太平洋有時候會多一架 但始終我們說到航空母艦 美國那麼多年以來 其實都是巨男主義 就是比較大的噸位 你看到由中途島級開始 一直慢慢發展 全部都屬於走向大型化 去到尼米茲級 其實都奠定了一種超級航母 當然這些超級航母 出擊他們的優勢 包括他們每一次出動機的價次 是非常之高 即是以往是120至160架次 未來甚至乎可以去到200架次 你可以看到單日出動到這麼多架次 那種的打擊力 實在沒有多少國家抵不住 有時候幾個國家加密都頂不住 所以看到他們的火力十足 還有防衛力也隨著 他們有導彈驅逐艦 導彈巡洋艦 有很多不同的反潛設備 都真的事實令到航母艦的防衛力大增 令到當年神風感死隊的自殺式攻擊 真的可以這麼密密的攻擊 面對著現在航母艦的戰鬥群 那種防衛都無從入手 但偏偏現在有一種新的武器 或是新的戰術 似乎對大型航母艦有一定的威脅 這也是美國海軍現在思考的事情 其中一個就是東風-21的狀況 東風-21是最早一個彈道導彈的概念 去攻擊超巨型的航母艦 不過東風-21D這種陸機的彈道導彈 主要的射程是1500公里左右 1800公里其實相當雞勒 因為這種射程對於航母艦來說 挺有威脅的 先說航母艦主要不是用艦來攻擊 而是它上面的艦載機 所以它攻擊的範圍 就視乎艦載機能夠攻擊的範圍 現在說到這裡的超級大黃蜂 FA-18EF 超級大黃蜂大概是600英里的作戰範圍 即乘回大概1000公里鬆一點 但你發覺都未能夠逃避到 現在這個1800公里的東風-21D的情況 那你去到F-35C 攻擊範圍再大一點 但都未能逃避到 大概1200公里左右 所以大家就發覺 現在你發覺 接下來下一代 即海軍 request的下一代的艦載機 他們真的有說明 他們的航程要增加50% 其實已經繼續了 就是要剛剛好 可以令到航空母艦 不需要駛入1500公里的受威脅法 令到航空母艦可以在1500公里 受到東風有威脅的射程法 以外部署 其他東西就交給納出機制 完成了 也看到為什麼會引入了無人加油機 無人加油機的玩法 就是接下來 可以做無人加油機的隱身加油 就不會破壞到隱形戰機的方位行蹤 同時又可以幫助它 配增射程 所以也看得出這個MQ-25事實的前計 都是真的有針對到這個 東風有一些 這一種的陸基彈道導彈 對航空母艦的威脅 所以大家看到 美國的海軍思維 其實也跟中國海軍的發展 大家看到都是 亦步亦趨的形式進展 說到超級航母 超級航母是不得不提福特級的航空母艦 福特級的航空母艦 第一是過十萬噸 非常之巨大 另外它的新技術也非常之多 但是這些新技術 學生文興之前數集福特豪華齋 事實也會貌程度上拖慢了 以及拖慢了進程 第二個就是會超支的情況 超支這件事其實是挺欠陣的 欠陣處可能比大家想中更欠陣的 因為超支的問題 你不斷拿 你是會拖慢了其他航空母艦 除了航空母艦之外 其他海軍船隻的速度 例如潛艇 潛艇也是另一個洞 潛艇那邊 其實哥倫比亞級也是超支的 會令到海軍沒有錢 例如在其他方面 例如製造新的飛機器 製造新的巴克的飛機器 製造海軍的雷達 甚至乎製造一些無人艦艇 其實全部都會沒有錢 令到很多東西 例如後勤、維修等都不夠錢 做演習也不夠錢 錢就這麼多 錢從何來呢 所以海軍雖然有很多預算 但是越來越大花童 事實真的搞不定 現在建立第四架福特級航母之後 似乎暫時就不再買了 於是聲音說 是否未來不會再有巨男主義 即是否這些超級航母 就要Cancel了 就沒有了 這件事我們都不肯定 但事實亦都看到 即是三月的時候 當時莫里提出的 Blue Ribbon 2030 Future Career Team 這些研究 當時藍絲帶 你也譯了 2030年的未來航母工作報告 出來之後 我們會再看究竟會怎樣還 Anyway 講到這些大艦當然有它的好處 例如你看到現在它用電池彈射 電池彈射 電池彈射第一 事實效率是會提升的 即是一分鐘一飛 你看到現在一天可以去到200至220的價值 是相當恐怖 另外就先進了索 這個情況 減輕了油壓 以前的油壓、液壓的問題 就是維修那邊會快一點 而整個東西會小一點 令到濫載的東西 可以多些設備 多些彈藥等等 可以提升效能 因為這些系統 其實出錯機會暫時還是高 所以那個部署要推遲到2024年 另外成本高了四分一左右 一百三十億四分一 大家要數數一下 數數都不是小的 但也有好處 例如現在的核反應堆 A1B這個核反應堆 做得好 出電量高了兩倍多 非常恐怖 而且始終用電子彈射 可以調校到出力 有些無人機 即是它不是那麽大的機 其實它受不到過載的力量 所以你可以用到 我們說一下 用這個電子彈射 比較溫柔地推出去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又真的可以幫到這些無人機 即是不會令它們過早 腰折 還有多些電 第一 旋律會舒服一點 即是不用太擔心 沒有熱水 沒有電 沒有什麼 第二個 亦都是為它們將來的武器 提供很大的動力 另一個就是我們說 雷射炮 電磁炮等等 那些武器 即是都不需要太擔心 即是不夠電的問題 這件事是真的 波特級是很強的東西 但anyway 當然也要面對另一個威脅 就是超級巨艦 因為造價成本也很高 美國是無法制裁 沒有一兩架 即是它的損失 對美軍整體的效益 會大大降低 所以我們經常說 雞蛋不能壓在一個艦上 現在美國海軍 就似乎把大部份的彈 壓在某些艦上 例如超級航母 這樣就可能 隨便給東風有一些 就算你當打中機會很低 撞軍被他打中一兩個 都真的很危險 所以美國海軍 其實也有委託到一些公司 例如蘭德公司 一個很有名的智庫 做一些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有沒有什麼替代品 可以取代超級巨型 當然 如果你計算 現在美國 其實憲法規定 不能少於11架 營運的航母艦 暫時 11架都超級巨型 究竟可不可以 11架或以上 每一架都小一點 他又沒有說11架超級巨型 三角微型航母也可以 難得公司做出來的研究 整體的意見是 做一些小一點的目標 對方因為你的數量又多 令到他整個目標 會困難一點 要增加費用 風險 去找出所有項目 主要跟分布式殺傷力 跟之前美國海軍陸戰隊 那種分布式殺傷力 其實是相吻合的 由以前很大塊 花整為零 變成對方很難防範 在哪個位置發動攻擊 所以輕型航母突然間成為了寵意 而輕型航母最好的例子 當然是海軍陸戰隊的兩棲攻擊艦 例如你看到黃鋒級的兩棲攻擊艦 甚至現在美利堅級的那種攻擊艦 這些都是一個小型航母實驗 現在這些可以叫做閃電戰機的載體概念 現在在美利堅級 美利堅號上面放12架F35B 放上去 雖然容量比較小 大概4萬噸比較鬆 但造價便宜很多 造價是33億 剛才提及過 如果福特級是130億 它有33億 降低了四分之一 由特 由於營運來說 可以造一架 福特級可以造四架美利堅 其實戰鬥機上的數量相差很遠 福特級可能有70多架 如果放上去美利堅級 可能差不多15架左右 其實也算是60架左右 但算起來並不算差那麼遠 對於出動的價值來說 因為出動的價值 去到港量出擊飛艦 大概一天出動的50至50架 50至60架 相對來說 當然出擊力度會小 但是以量取勝 即是有兩三架輪體出擊 其實威力在地球上 都沒有幾多國家定得住 所以你看到 它不能夠像以前 超級航母艦 全面提供所有作戰效能 但是可以互補和靈活 靈活在於什麼呢 因為數量可以多 所以如果有一兩架不可行 其他都容易定上 就不會像現在這樣 突然羅斯福號受到感染 整間一拉走 就像三明星之前說 西太平的真空 真是真空的 真是沒有航母艦 那怎麼辦呢 群魔亂舞 牛鬼蛇神 為什麼想當之麻煩 所以大家看得出 始終都是 壓好所有超級航母 就會有這些問題 就會走出來 也這麼說 現在的航母 有時真的不升負荷 你看到現在的疫情影響之下 其實武漢肺炎 也使得很多驅逐艦 都真的要超時工作 之前這一架超過200多天 270天 在海外部署 回到這架船 真是殘得很厲害 當然船員都非常辛苦 如果船員令牢類過沈 真的很容易出意外 之前你看到 那些驅逐艦 又會被其他貨輪炒在一起 都可能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 如果由超級航母變成 有些微型航母 有些微型航母 有些問題會出現 第一個就是沒有彈射器 沒有彈射器的時候 主要都要用F-35B 你都不能選擇 那F-35C怎麼辦呢 F-35C 接下來的生產線 很快就會萎縮 可以配合巨型航母 所以F-35C訂單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另外有些例如鷹眼 即是早期預警機 或者EA-18G這些電子攻擊 你都很難飛得它動 那怎麼辦呢 這些位置似乎要用魚鷹機取代它 即是說接下來用魚鷹機 嘗試將早期預警的組件 放上魚鷹機 然後用它來棄飛 這真的不知道 海軍陸戰隊 事故都開發了一隻 垂直起光的無人機 叫MOOTS 上面就放了這個機座預警 甚至可以做電子攻擊 真的把EA-18G和鷹眼混合在一起 但可以告訴大家 真的太難了 所以應該就不行了 基本上都沒有聽到 接下來有什麼發展 聽就聽過 不需要太認真來對待這件事情 如果你說 戴高六號也很小 它都是 900尺都沒有的 沒有300米 260米鬆一點 跟蘭德智庫說的 都是差不多 輕易可無 它也還有彈射 上面也有藍材戰鬥機 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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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出來的時候 它真的低估了 它的航母的長度 令到最初 如果這樣彈性會掉進去 因為那個甲板不夠長 它們特意將它加長 將它推遲它們的復翼時間 所以大家不要提示 實際操作起來不是這麼容易 可能反過來 一個溫美十 就拖慢了整個復翼的進程 又要加持追加 所以其實得不上實際 大家就會看到 這些位置究竟應該怎樣 我本人覺得 其實發展輕易可無 也是一個趨勢 可以試試將多些軍艦改裝 尤其是現在美軍 將LHD 慢慢改裝做LHA 例如你見 之前的XX 和黃蜂級 慢慢轉為輕易可無 試試可不可以把這些機器 慢慢轉為輕易可無 但始終都比較難 處理一些大型機種 例如我們講到EA E2 即是E2C E2C 和魚鷹機 都還可以 但你怎樣處理 例如EA18G 就是難處理的 以及艦載機 超級大航風 仍是構成很大批的情況 你說下一代的艦載機 亦會受影響 所以這個計劃 都要做出龍一點 我們要正心等待 這個報告出龍 看看接下來海軍 會否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講到 美軍 超級河武 會否真的打造成輕型河武的艦隊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分析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我們主要 除Youtube之外 也有Patreon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一杯咖啡價錢 就可以支援到我們本地軍事製作 因為廣東話製作非常困難 其實做英文是比較容易的 做英文就有很多資料 去講也不是太困難 做廣東話就一定很困難 所以大家真的要多多支持 另外多點留言 Like 和 Share 這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將我們有效 將影片推高一點點 給予海外人認識 另外如果大家有朋友幫到手 就在字幕製作可以幫忙 令到非廣東話的人士也學習廣東話 好 那我們就在其他節目再和大家再見 我們支持Larry 拜拜